你们那个车再借我优惠点吧 那这样吧 你参加一场我们的游戏 什么游戏 弹珠游戏 请看 抓一把弹珠藏在手掌中 我来猜单数还是双数 如果我猜错了 我们就再给你优惠四千五百六 这也太紧了 男主 单数 废话 这么大的弹珠 我一直是只能抓下一个 这是游戏规则 那能不能换个游戏 那你就拔火比赛吧 其实我是徐胖没多大力气 你的对手是他 好就拔火 大爷对不住了 为什么他可以用车 你也可以用啊 我要系车系车 系车必须买下来才能用 那能不能再换个游戏 哥我们只剩最后一个鱿鱼游戏了 什么是鱿鱼游戏 今天你一口气吃完一百寸铁板鱿鱿就算你赢 吃完了我赢了 按照约定我们再给你用回四千五百六 刷卡 对了你刚刚车一百串 冰岛深海鱿鱼 一串五十元一共五千元 请问是和车一起支付吗 要是我告诉你 我是在吃饭王餐的 你能拿我什么 不哭啦 哎呦你妈妈 不 不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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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ゲーム 不哭啦 零句